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伤情罪是晚凉天 憔悴四人不堪言 要求催肠三杯醉 寻香惊梦 五惊寒 拆头奉邪 清有泪 涂迷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 心与悦 也难如垢 也难圆 今儿个咱们来看一下 麦作电影的数据 包括我们页面的一个布局 对于这块东西来说的话 其实只要你等把第一个数据 给请求回来的话 剩下的活应该对于咱们来说 是体力活了 无非就是按照这个数据 按照咱们的这样一个 现成的这样一个效果图的话 把咱们这个需求给它实现了 而在这块我们需要转换的一个思维 就是一定不要照着 它的一个布局去做 不要照着它的一个代码去想 说错了 对吧 你这个数据拿到之后的话 剩下的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走就行了 你别照着人的代码抄一遍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在这块的话 咱们这个没有去百分之百的去还原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在这块的话 咱们去把这个布局 把这块的这个结构 尽量的按照这块去写了 大家还有一些 这些太细的这样一些这个值的话 咱们也不会去取 因为只能取出名字来 取出什么评分的 这东西都能取出来 OK 咱们从这的话 一点点来看 首先我们先把咱们之前写这个什么 选项卡 选项卡这块 给它放到底部 给它固定到这个底部 这一块啊 那这一会的话 咱们来到咱们的这个项目中 首先我要做一下这个最基本的 这点样式的这个清理一下 对不对 我在我的app.voe中啊 在这一块的话 有一个style long等于scss 这一块的话呢 我准备写什么呢 我准备不加scope的 我写一些什么呀 全局的这样一些样式 对吧 这样来说的话 它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啊 好了 那这一会的话呢 把这点给写完 OK 这是咱们最基本的一个 这个写的啊 剩下这一块来说的话 像我这些东西呀 我要放在这个下面这块来做 哎 我现在怎么出不来了啊 好像是我之前 给写的这块出问题了 是吧 没关系啊 那在这里的话呢 咱们还有这些什么 正常的这些东西 给它去一下啊 类似的style啊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记得这个tablebar呀 我是定义在这个components 这里面的吧 然后定在这的 外面这块是一个navi啊 那在这一块的话 我要开始做这边的一个布局 navi这一块 对不对 我们把它呀固定在这 position啊 咱们的这个fix到我们的这个底部 这一块 然后我们0px啊 底部这一块 然后我们的宽度的话呢 就是百分之百 然后我们的这个高度的话呢 50px 然后我们 background的话呢 是这个白色背景的啊 然后至少在现在的话呢 能够显示在咱们的这个下面这块 当然在这个块的话 因为高度有限嘛 那这会的话 咱们相当于把这个页面的话 或者把这个底部选拥卡 就分成了三份 我这块用的是这个弹性核的一个布局 display的话呢 flex啊 然后每一个li的话呢 对吧 他们的这个是flex1 当然在这一块的话 把这个高度的话呢 lanhead也给它设置一下 对不对 lanhead50px 包括这个tax的lan 我们是从这个center 那这样保存之后的话呢 对吧 这个结构来说的话呢 最基本的话已经还原 其实我现在点击这个块的话呢 再切换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center是因为咱们之前的话呢 写了一个这个路由拦截 拦截了 我这一块永远不走了 所以在这一块 你还让它出去吧 对吧 next 小块 保存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切过来了 就这样一个效果 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来看 就说大家说这个底部选拔就完事了 没完事 在这一块呢 我想说的是一个重点问题是什么 像这个小图标呀 有人说这是图片 有人说 或者说说我们见到很多网站是用iPhone来做的 如果是一个图片来说的 我觉得就太简单 这张图片放在这 对吧 剩下一个布局就可以了 直接指向这个图片 而在这你需要注意的是 看见了吗 你得知道呀 如果在网站上 这种小图标来说的话 现在到底有这种显示的形式呢 咱们知道的有 一张小图标就是一个小图片的 就是咱们一张小的拼机图片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咱们引入这个 拼机图片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你也知道这种方式 还有的是说做成雪碧图 做成精灵图 我们自己需要控制它的这个 bank ground position 来控制在这个地方显示 这样一个小图片 小图标 OK 这第二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 像这个网站中这种的 它就是一个MG标签 我把这个标签直接复制过来之后 全部的Ctrl O Ctrl C 复制过来之后 拿到咱们的页面中 这个布局我就不写 我给你看一下 放在咱们Tablebar中 拿到哪啊 咱们的页面中 比如说放在这里面呢 我放在这行吗 放在这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MG标签 里面这个SRC 它指向的不是一个地址 而是指向的一段东西 其实这段东西的话 咱们应该知道 这叫贝斯64编码啊 我们的图片 我们的MG标签 支持贝斯64 这种编码格式的 所以一保存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的话呢 它其实呀 这张图片就能够完整的 给显示出来了 这叫贝斯64编码 那为什么有的网站 能做成贝斯64呢 首先做成贝斯64来说的话呢 只是用小图片 小图标的 你想连这么一个小图标 贝斯64在码都这么长 吓人吧 对吗 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呢 因为任何图片 在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页面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还要再发一个请求 去请求我们的图片 而这种贝斯64来说的话 是不是一次请求完这个页面之后 整个的这个图片 还有咱们的这个 这个还有咱们内容标签 全部就加载完了 如果是传统的说 我先弄出这张标签来 下载下来 src又指向了另一个地址 你的浏览器会自发的 再去朝服务器 请求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路径 再把图片给下载下来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来回请求的这个过程 就浪费时间 所以有的网站的话呢 会把一些小图标呀 索性直接做成了贝斯64 像一些编码的这种东西 那这会儿的话 咱们src指向就可以来显示的 明白了这一块了 所以在这一块 这是语言网站的 三种方式的 第四种方式 iPhone的 iPhone的现在应该属于用的 这个最多的了 大家应该知道 为什么iPhone的用的多 实量图 苏黄不失真 操作它像操作一个字体一样 该改变颜色的 改变大小的都可以 那这会儿的话 咱们重点来看一下 怎样来引入一个 iPhone的这种文件 你说引入一个图片来说的话 多简单的是 关键是我引入一个 这个iPhone的这种东西 我怎么来用呢 我这会儿的话 我有这样一个iPhone的 我在我的这个文件夹 结构中的话呢 我找一下 我看在这块 在这个文件夹 结构中的话 我有这样一个 iPhone的在这里 对于iPhone的文件的话 应该熟悉怎么去用 一般我们下载下来之后呢 它这样一个文件夹 里面的话包含了这些 兼容性的字体文件 还包含了这样一个 最核心的CSS文件 还包含那些 这个效果测试文件 对吧 就这样在这 你要选的时候 你看看 你喜欢这个吗 一会儿复制的时候 把iPhone 杠奥复制过来 你喜欢这个吗 喜欢这个吗 对吧 所以我这下载了 一个什么样 安坑放了这样一个 字体图标文件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文件的话 直接复制到 我们的项目中 对不对 复制它 放在哪呢 来到我们的项目中 我们这个项目 还是放在这个文件夹下 没有变的 所以在这块 放在哪个位置上呢 放在这儿 放在public文件夹下 放在这里 也就是说 你的静态资源的话呢 公共的资源 public这块的话 放在我们公共的页面 公共的小的 那个ICU文件 就是在这个 这个位置的话 显示的这样一个 小的图标 都放在这里 所以在这块的话 咱们把这些 之前的测试数据 也放在这里 那这会儿的话呢 相当于 把这样一个小的 这个iPhone 放在这样一个 图标文件的话 也放在这儿了 我放在这儿之后的话 如果我什么都不干 那肯定没用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 小的图标的话 给它引入进来 怎么来引呢 在这块来引 在这块来 咱们人家的话 复制一下这块代码 复制一下这块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说咱们不是 这个我这个link 这个引入呀 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 那关键是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HERV指向的 这个地址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一下 首先呀 其实我们 即使不知道这块 我们也敢去猜 feuicon.seo 既然在同目录下 它将来也能找到 所以我复制这个块 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直接在我拉开 放在前面 加了这样一个标签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一块 关键是 为什么它要这样去写呢 因为呀 如果将来 你要改这个 B4UR的话呢 那这会的话呢 它会自己的话 给你翻译一下 默认的这个值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写盖 如果你要改的话呢 那在这解析 这个模板的时候 会把这个给 替换成咱们的那个 你改的那个值 写盖A 写盖B 默认这个值的话 就是写盖 所以在这 默认 如果你都不改了 几块钱 你就写成一个 写盖都没带有问题的 那这会的话 咱们还是呀 跟它设计的一样 就行的 万一在改的时候的话呢 对不对 也能找到它 所以这块 你把它给 直接的给它 复制出来之后 把咱们后面 这块给 替换成什么 就行的呀 你的i can find i can find 文件夹下的 有一个叫 i can find css 这个文件 就这块 i can find 点 css 这样的话呢 我一保存之后的话呢 咱们再次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页面 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之后的话呢 来 解释一下 network中 css中 能不能下载 下载 css文件 看一下 哎 这个文件真的被 加载进来了 这不咱们的css文件 进来了吗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你想想 相当于在你的页面 一加载的时候呢 把你们项目需求的 一个这种i can find 资源文件的话 给加载进来了 那这会儿来说的话呢 我们这个i can find 的话就引入成功了 剩下的活是什么活啊 对不对 就看你会不会使用i can find 了呗 用i can find 这个这样一个标签 都知道 i ok 在这一块的话呢 哎 我那个电影怎么没了 让我给这个盖掉了啊 fail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 咱们正常的class 必须要加的是i can find 这样一个class名 再就是我选一个吧 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合适 这样一个电影的 这样一个图包 跟原网站一样的 对不对啊 原网站在这一块 是小偷片 咱们没有什么特殊的 那在这咱们就随便找一个 比如找这个吧 那在这就复制是i can find fam这一个啊 只要能汇用一个 你觉得其他几个 你还不会吗 对吧 那在这的话 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页面 还明显呀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啊 那在这点中的话呢 对不对 加颜色 跟人家网站一样的 那就剩下一个 这个 以上以下的一个布局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完事了 ok 下面这个C里面 这个块的话 你也可以利用 类似的方法的话 给它渲染出来 对吧 这样的话 就完事了 好 这是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center 这一个 当然我用的是同一个了 但只要你会用这个 iPhone的话 那对于咱们这一块 一个需求的话呢 就结束了 Felm C里面 还有我们这一个center 对吧 这样几个小图标 在点击的时候 切换的时候 都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好 ok 接下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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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